同学们大家好,我们继续学习张千杯 这次课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字 出字,那这一个字的话 它的左半部分,我们需要特别注意 左半部分的数,这个数点和这个短横 它们的一个焦点,这一个位置 我们要把它找到对 所以说,我们看它没有在正中间 对不对 所以说它上面这一部分和下面一部分 它是有一个错开的一个关系 位置是错开的 好,那我们再来看它整个这一部分的轮廓 那这半边的话,它是成一个斜的一个轮廓 正好我们写的右半部分呢 整个字形它也是一个斜式的感觉 刚好就有一个字式上面的呼应 好,那我们一起来写一下这个字 好,前半段短一点 后半段长一点 好,这一个起笔位置 大家看仔细 就在这一个竖点下方一点 好,游戏压出一些 好,这也是要把位置走对 好,这一个我们看 它成一个斜式 那刚好我们这边 右半部分也是这样一个倾斜的感觉 好,就把这一个空给它补上 好,这一个收笔的位置的话 我们看好啊 它是比左半部分的收笔位置更低一些 好,到了这一个部分 它是要压出在屏向屏笔段设注 有一个穿插关系了 左右之间有一个穿插关系 好,那这一个字的话 我们就写到这里 好,那这个字的话 我听到这里 好,那这个字的话 好,那这个字的话 我们就写你下词 如果我抵辑 那儿好,那再去 我们就写他 我们写他 我好,那这个字的话 就写他 我就写他 全部 我们写他 我们中间